他宣传的就是有啥有水吧 我们买的时候已经就是第一排第二排 第三排都没有楼了 大家好 我是已经看过100套房子 计划看遍整个广州楼盘的硬核男人打米饭 今天想跟你们聊一个关于房子的问题 因为打米饭我自己也在准备置业 所以对这块关注的挺多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后续我多在这讲讲 我想问你个问题 如果你倾尽一生积蓄 买来一套半成品的房子 会做何感想呢 也就是所谓的烂尾楼 毕竟遇到这种事情 这辈子算是跟房贷套在了一起 住在烂尾楼是什么感觉呢 广州澳洲山庄的业主最有发言权 有十几二十户老人的照片都挂墙上了 这是来自广州澳洲山庄业主的无奈吐露 按照当年的宣传 这里应该是广州最好的风水宝地 但实际上这座占地1000亩的小区 对标香港半山豪宅的别墅小区 至今已烂尾23年 当年广州澳洲山庄开盘后 即被哄抢 开心到连开发商都盘算 开发多一个疫区 结果就在此时 资金链突然断了 作为当时广州最火楼盘之一的澳洲山庄 摇身一变成为广州最大烂尾楼 开发商跑路 最苦的还是买下楼盘的业主们 23年业主们从壮年等到白头 白头等到入土 每一年的业主大会上必有一个环节 就是悼念去世的业主 而余下还住在烂尾楼中的老人们 也早已习惯了住在烂尾楼的生活 如果你现在再走进澳洲山庄 也会发现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路面杂草已经一米多高 有时还有动物出没 有时候走在路上 还可能有蛇87岁的业主 马敏庄说 为了防止蛇进入家里 他每天都会在房子周围撒上硫磺 如果要出门 就用拐杖打下树叶和草根 他说这是打草惊蛇 马敏庄当时刚买下房子 开发商就跑路了 因为楼烂尾更没有物业 小偷甚至直接开车进来搬东西 并且还是每家每户连着头 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小偷就像在搬家一样 对于小区重建活化 老人家笑着表示 他肯定是看不到了 一样看不到希望的还有刘勇广 74岁的刘勇广 已经在这儿住了20年 他表示小区一个月要断四五次水 他养成了每天备水的习惯 因为断水过后 再送来的水会很浑浊 要放掉十多盆水 才能接到干净的水 如果水用完了 他还得徒步两公里 才能打到山泉水 不仅如此 因为年久失修 小区的电压也有问题 他还要准备一台稳压器 这一用就是20多年 但这还不是烂尾楼生活中 遇到的最艰难的事 没有钱才是最可怕的 据说有个业主 应该买到这个烂尾楼 不但住不了 还因为贷款没准时还 被银行告 结果银行还赢了 受不了这双重打击 他直接跳楼自杀了 欠你银行的贷款 其中有一个姓存的业主 烂尾是第一个打击 烂尾被银行告 是第二个打击 又输了官司 烂尾楼最可怕的地方 不在于半成品的住宅 而是依旧堆积如山的房贷 倾尽一生买了套房子 原以为生活可以更上一层楼 没想到又坠入了 另一个无底深渊 更无奈的是 这样的事情 其实早就不新鲜了 在云南昆明有一个烂尾楼盘 叫别样幸福城 如果实地考察这个小区 你会发现 这比澳洲山庄还恐怖 小区12栋楼 无一装潢 也没有窗户 说白了就是一个 最原神的水泥外壳 楼梯没有护栏 房子没有水 没有电 无异于荒郊野岭 但险下还生的烂尾楼 还是搬进了30户人家 而之所以需要搬进来 皆因没有钱了 担心妈妈陈彦春 是第一位搬进烂尾楼的业主 疫情让她的收入瑞显 无法承担房贷和租金 只能选择搬入这里 但这里的环境一开始 让陈彦春很难适应 晚上没有灯火 在坑坑洼洼的步道上 甚至还被野狗围攻过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 因为排水系统没有完善 一下雨就会水漫金山 有一次下大雨 积水将陈彦春养的小鸡淹死 排泄物也涌出厕所 但她别无选择 只能坚持等待楼盘盘活那天 同样因为钱而住在烂尾楼的 还有唐小娇一家 小区位置靠近小学 为了孩子的学业 她不顾家人反对 买下了房子 结果现在一家人都住进烂尾楼里 孩子晚上得开着 充好电的灯泡学习 看着自己七岁的孩子 拿着锄头在沙堆里刨沙子玩 唐小娇杉然了一下 同样花了几十万上百万元 为什么人家的孩子有花园 我的孩子就在这里挥锄头 即便住在这烂尾楼里 她每个月依旧要还近四千元的房贷 仿佛将钱一点一点 丢入无底洞中 而七代搬入新房的父亲 也在一年前 我设计在这烂尾楼里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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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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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要的交代就没有人去关注吗 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解决我就很满足 我就觉得没什么喜悦 不是我能够享受到了 我能够解决一下 分